每一个幸福快乐的妈妈,都在哈佛家训找到了力量,哈佛家训,217万父母都在关心的育儿故事,据说,不同时辰出生的人,会有着不同特点,想了解孩子的个性,快速查查你家宝宝的出生时辰,看看有什么与众不同哦,意思是23.0.59分,极致乐观,魅力浑然天成。 这个时辰出生的人都带有桃花的潜在特质,天生有迷人的魅力,他的警觉性,判断力都很敏锐,很有危机意识,无论在事业或感情上都很有冲进,可惜感情方面很难自我控制,表面上看起来机智乐观,私底下却没什么安全感,甚至有点悲观。 他们专与交际,对朋友十分慷慨热心,只是他不喜欢承认增加的错误,你一旦背叛了他们,就会吃不完都助走,乖乖等着接受他的碎碎面攻击吧。 此外,他们都喜欢团积物品,有为与筹谋的习惯,因此通常都有储蓄的美德,也喜欢收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 二丑时一点,两点,五十九分,不许别人说话的麻牛。 这个时段出生的宝宝,有着玩时一般沉默寡言的特质,通常极有耐性极力,能够吃苦耐劳,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 但是这些特质反应在负面上,就会呈现出保守不知变通的固执倾向,他们自尊心超强又不服输,而且喜欢独断独行。 他们常会压抑自己的情绪,抗压力虽然不错,一旦发起牛脾气,可就让人吃不了都助走。 他们对感情执着而专一,但有点不解风情,缺乏罗曼蒂克的精神,而且过于被动保守。 往往有爱人结婚了,对象不是我的遗憾。 反应是三点,四点五直九分,神秘又强势的天生领导者。 这个时陈出生的人行动力很强,加上个性又野心勃勃。 父亲略性,喜欢指使他人,只不过靠大喜功又喜欢接受挑战的他们,却不喜欢服从别人,自我期许相当高。 有些自负和为我独尊的气息,因此很容易展现出领袖魅力。 他们神秘,特力独行且自主性高,在年轻时就有出人头底的本事。 虽然不怎么重视金钱,却经常有着不错的财运。 在恋爱方面,他们是感情丰富的一群,但相当专和霸气,爱得轰轰烈烈是总是彩蛋收场。 四毛十五点,六点五十九分,说话很圆滑,气质很高贵。 别被温柔好说话的外表给骗了。 其实他们骨子里对自己认定的是早有一番主见,认识也改变不了,那在和外在的差异有些极端。 不过,平常的他们都是天性善良活泼,非常温柔散解人意的。 他们重视朋友,但心思缜密,处事圆滑,不太喜欢卷入陪短流长的纠纷,也不太爱发表高见。 虽然他们形式比较低调谨慎,但优扬的确实仍让他们具有桃花的牵制。 天生具有一股神秘魅力,事实上,他也是很在意自己形象的。 而且重视生活情绪,讲究穿着品位加上谈吐得宜,很容易吸引异性的目光。 午前十七点八点五十九分,受老天眷顾的幸运了。 这个时辰出生的人通常有个令人羡慕的聪明脑袋,想把灵活多变,并且多彩多异,别人说的话更是一点就通。 不过他们还蛮爱炫耀的,动不动就对人法好施令。 喜欢干涉别人的举动,情绪捉摸不定也常令人头疼,好省心强的他们对自我的要求很高。 不过,由于他们的精明干略加持,往往在事业上能很快出人头地。 感情上也是个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,经常都有仰慕着围绕身旁。 正因为如此,他们极少真心去爱人,也很少会尝到爱情的苦果。 六四十九点十点五十九分,谈吐幽默,人际关系一把兆。 这个时辰出生的人在人际关系中非常如鱼得水,因为个行聪明光区又随和,还是不轻易动怒的好好先生小姐。 讲话得体善于言辞,肢体动作散发着一股自信的魅力,将与他接触的朋友都能有愉快的感受。 他有超人的动心力,直觉力强且判断力精准,不喜欢操劳的工作。 但财运恒通相当幸运,在感情上,他的嫉妒心与战友欲强,会专制霸道的紧紧纠缠行人不放。 但是另一方面,他却不是个专情的人,只许自己一情别恋,把旧情人当成自己的私人财产。 七五十十一点十二点五十九分,相当爱秀,又当万人迷的特质。 他们不但有着热情开朗的性格,口才更是嗷嗷酱,聪慧有极致的他们,在戏剧、音乐或运动之类带点表演性质的活动中,最能发挥所长。 充分展现群众美丽,慷慨浩克,自信心强,个性坚强老恋,都是他的优点。 但他们也有固执己见的一面,有你为欲碎不为王权的刚烈本质。 在爱情方面,他们虽然蛮专情的,不过有些爱现合自我中心的性格,喜欢享受被人们偶像式的崇拜和重心共乐的感觉,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花心。 实际是对家庭忠实的工作狂,八倍时13点、4点59分,孩子气又容易被神秘所吸引。 这个时辰出生的人,有着艺术家的气质,喜爱大自然,个性朴实如雅,亲切而又同情心,可是平常一派随性自由,得他其实很主观。 对现实充满了幻想,有时还会沉溺在神秘色彩中,受到稀奇古怪的事物吸引,因而迷信鬼神之说。 在感情方面,他们有点孩子气,不但脆弱又自尊心强,总是不轻易表达自己的爱意。 他们喜欢被照顾,虽然适应环境的能力还不错,但如果终于处在宁静中要他吃苦耐劳,他会变得牢骚不断,有很多的抱怨。 九生时十五点十六点五十九分,有双重性格的社交高手,这个时候出生的人在大众眼中是极致幽默又善于交际的,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双重性格,表面上他们都看来和蔼可亲,实则生性多疑,甚至带点狡猾,而且有种得理不饶人的倾向。 他们十分好奇,喜新厌旧,反应敏锐又很有谋略,常遇社交应对,非常机灵又讨人喜欢,一成不变的事情容易令他们厌倦,因此不太适合成本呆板的工作类型。 十六时十七点十八点五十九分,没干独具的造型达人,他们的脑筋转得很快,但脾气往往也转得跟脑子一样快,动不动就生气变脸, 言语尖锐直率,不太重视别人的感受,容易在无意中得罪人,个性开朗热情,也常常自以为是,由于这个时候诞生的人具备桃花牵制,很重视自己的外表。 对于色彩,造型和美感有独到之处,甚至不排斥用标签利益来引人注意。 谈恋爱时,他们很善于营造浪漫气氛,只不过傻度且占有欲太强,往往让情人受不了,因此造成问题。 11区时19点20点59分,会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,他们做事比我建成者,但内心深处其实埋藏着不安全感,不安的情绪让他警戒心很强,因此在外人眼中看起来有些冷漠。 但只要能取得他的信任,就度亲密伙伴绝对忠实,有很强的使命感,是忠实可靠的朋友,交付给他的任务,绝对使命必达。 感情上的喜怒爱乐很少表现与爱,不能算是社交活动的高手。 对于心仪的人,他的内心就算充满爱意,表面人会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 他很怕那种紧迫兵人的追求方式,想要跟他谈恋爱,最好是有点黏又不太黏。 12亥时21点22点59分,多情感性和赚钱头脑兼举,虽然动作慢吞吞,其实他们非常聪明,而且博学多文,个性忠实善良,只是心软且生性温和,又有点死心眼,因此有容易受骗的倾向。 不过他绝不会上第二次当,社交手办独到,羞养很好,也很有赚钱的头脑并且财运不错。 他们感性且多情,会压抑自己的情绪,在不明白对方的想法之前,很少表白自己的心意,以免自己受到伤害。 不过对于爱人和家庭,他绝对失败的第一位,会尽全力付出所有。 安哥,留个言再走了,让我们看到你的宫典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